请问最快的成就方法是什么 最快的成就方法当然是修大远门 肯定是修大远门 这个可能大家也就知道 但是修大远门也必须要有 修大远门的条件要成熟 然后出了大远门以后 比如说修大收音也是非常非常快的 还有一个念佛修净土是非常快的 有可能比大远门还快都有可能的 所以是认认真正的念佛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念佛 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念佛念得非常的虔诚 那么他就比如说几十年以后 十年二十年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然后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如果他愿意成佛 那么七天之内也就可以成佛了 当然这个七天不是我们人间的七天 是极乐世界的七天 那个我们的人间的世界上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长 但是也不是很长 所以就这么 就至少几百年之内 他就可以成佛了 那修大远门如果修得好的话呢 那就是极身呢 或者是中阴呢 那那个时候也可以成就 那么这样可以这么说 大远门修得特别好的人呢 那可能是他是应该是 我们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是最快的 然后呢 大远门的这个一般普通的 修行修得不是很好的人 跟修金屠的人呢 有可能是金屠的 修金屠的先成佛 有可能 比如说修金屠修得特别好的人 和修大远门修得不怎么样的人 两个比较的话 那有可能是金屠衔成佛 所以这些都是 自己做得好的话 确实都是很快的 我送你我的天下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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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